在台湾前舉手 和你可說一下我的名字 在這個機構 毛氏 張家鴻 珊三 你好 毛氏 電視 張家鴻 想問一下其實你自從說過我前職之後 有些建制派議論是說 其實對你的政識過後好像沒甚麼印象 你可不可以對這些言論有甚麼回憶 你覺得你過去九年做常政司司長 那時候最大的政績是甚麼 另一樣就是你對自己入閘有沒有信心 會不會接受民主喊選舉的問題 其實講政績是難的 你很難找到某一件事是自己一個人數 在政府永遠都是一個全隊的工作 我過去都做了九年半的財政司 政府也有三十四年的工作 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 很多事發生在香港也不是我們自己做出來的 不過我一向都是相信我們不要等到有個危機來到 才出去處理我搞定了這個危機 這個不是我一直的做法 我一直就是我們是預計有些甚麼事情會發生 做了適當的避案 當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就是很靜感好像沒有發生 但其實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是所有政府都是應該做的事情 就是做出一個適當的準備 就不要等那個危機發生才去處理 就是令到這些危機不是危機 由大變小由小變大是沒有的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甚麼 我好希望我可以得到全香港不同的階層 不同政治光譜的人都是支持我的 所以我不只是要尋求民主派的支持 我要尋求建制派的支持 甚至是全個政治光譜裡面的人的支持 這樣才可以看得到我是香港希望做到下一任何建制派的人 師長你好 曾蔡你好 不好意思 我沒有做過很久 是的 都已經一段時間很久沒有見 我記得梁振英特首上任的時候 都說房屋是去第一個 真是很要打擊的 我們回望現在的樓價是 由他上任升了37% 我想聽師長剛才你說 就是樓房都是你覺得很重要的問題 你說了一些很長線的前海和社區重建 有沒有一些短中線的措施 你認為是可以改善到現在的樓價 你九年半其實出了很多辣椒 那辣椒現在我們見到是繼續令樓價上升的 那如果你真的做了特首 你有甚麼短中線的措施呢 會不會繼續辣椒 我首先講就是辣椒不是令樓價升的措施 大家或者都知道 由零八年開始 我們是有一個很大的金融危機 不過金融危機開始了之後 直到今天全世界的經濟都是未經常過的 又因為有這樣的危機 令到一些比較經濟上弱些的地方 好像歐洲和美國、日本等 就創造低息的環境 這個低息環境其實就是最大的理由 令到我們現在的樓市是飆高的 直到現在我們還是等後期的利息何時才升 這個利息在這麼低的情況下 很多人對資產的吸引力是非常大 所以在香港來說 我們那個資本的方式一定是提供多些供應 這個是慢慢一步步去做 我亦都提到我們有可能會繼續要做地 我們要繼續要起樓 但是短期之內要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未必是這麼容易可以鬧得到 但是我們亦都會盡力幫助多些市民 在一些有寶座的房屋方面 是否我們可以做得多些 這個當然亦都要找適當的土地 才可以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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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讓我們來問她 剛才知道 你會說過 那些抑鬥在香港 香港,可 You me, Do You, Or Many People See That Discord As A Result Of Beijing's Intransigence Over Political Reform In Hong Kong, Do You Agree With That Analysis? And If So, Will You Be Planning To Take On Political Reform Again? and one other question which is related to that as you look at taking the job as chief executive do you think it's a problem a structural problem if you like to carry out that role when you don't actually have the mandate the popular mandate of Hong Kong people I don't think there's a simple solution to this board that we have witness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re's clearly a whole number of different issues that have caused that but you've mentioned whether we would start the whole political reform process again I mean that has a lot to do we hav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has indeed changed from 2014 if it hasn't changed if it remains the same I mean we are just banging 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 that would not serve any purpose so I think what we must do and I think that would also be quite irresponsible to raise an issue that would just only create even more discord in our society so I think what we must do is to really have a proper dialogue with all the different stakeholders concerned and see whether is this the time are we willing to take some give and take on that and find a proper compromise but if we should remain in our in our own position and won't budge a bit it will not serve any purpose and you might um how are you doing Sam Yuling Sam Yuling 這個是阿澤佳很尷尬 是你有多香港人想知道 你等什麽等多久才來宣布呢 其實你是 好像全民都講 是因為在考慮進入是否見到亞頭副行長 還是你的選辦主任被人叫了 所以你還未可以出來宣布呢 你可以是否給一個答案香港人呢 另外呢 我見到你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 我想問一個Speech 你裡面有一個習近平常說的 中華民族域大福气烈 你是否想透過這句話去告訴別人 你跟習近平是同一個路線 或者透過這句話 告訴習近平你會曝光實現中國 你才是習慣的人 這麼好 不用做research已經知道了 為何要等下來 我星期一才接受辭職 我是一個好好守規矩 很有紀律的人 我都很清楚知道 如果我還是政府官員 我是不應該做一些不是政府官員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星期一批准了我的請辭 我們立即做準備 今天是星期三 星期四 我們當日都有一個statement 我應該已經出了 但我都要做準備 因為我們之前 我剛才都說我是一個很遵守紀律的人 所以我都開始準備 我覺得我們三天之內 可以做到這些事都幾好 是不是 是否有選辦和習近平的情況 暴律選辦 香港是一個小的地方 我們朋友每個都有自己的選擇去做 他們覺得應該做的事 不過我可以保證一件事 雖然他們過去carry那個辦公室那裡 是不會影響我們的關係的 我覺得那個是很適合在香港現在用的 所以他就是說 拿過那個 我不知道那個是否exactly在他用的 好用的 第二條問題 NOW TV在這邊 你好 珍珊 你好 NOW TV在Lillian 想問回 其實自從美社請辭之後 放了很多消息說中央有勸退你 好像剛才有位記者都說 可能拿一些變他交換條件去想你不要出選 其實是否可以證實是否有這樣的事呢 還有第二條問題就是想問剛才你有提到 就是carry那個問題 你和林鄭月娥呢 相差那個辭職時間相差過幾月 但是就 中央同一時間 規律你辭職 其實你看中央這個動作 是否有些啟示 即是道德是你們兩個之間的工作 相差那麼難 一個那麼容易找多人處任 一個那麼容易處理到 一個要考慮那麼有一定的事 是中央想發放一些訊息給你 就是想你不要選 或者已經陰點了林鄭月娥呢 最後一條問題 我記不住 一條問題 一條問題 剛才第一就是在說勸退 第二就是那個請辭啟示 第三就是想問剛才你有提到 即是任何界別的選委 你都可以希望拿得去支持 那有些人就說 即是如果 你泛民的選委的票 你真是敢拿的話 即是會不會擔心 符合不到中央所說 他們希望是一個 他們信任的人選的問題 麻煩你曾先生 四條 四條 是 後面有些什麼意圖 有些什麼信息 這方面很難看 第二 有些人很多人都說 這個投行等等 那類的那些 其實很多講這一類 所謂堅料的人 根本就是不明白 投行的操作是怎樣 投行不是一個中國的能力 投行是一個國際的多邊能力 所以那個操作 不是好似那些人說 跟你說怎樣去處理 還有些什麼問題 中央有沒有勸退我 我在12月12日是辭職的 之後我也是跟很多朋友 見面很多朋友 聊天 很多朋友是很支持很鼓勵我 希望我要出來參選 看看怎樣可以為香港更加服務 當然也有些朋友 是跟我說其他的意見 我非常感謝他們的意見 其實我都想拿這個機會 因為在網上那裡 我都看了很多很多不同的 我的comments 很多那些東西 我想拿這個機會 感謝一下網上的朋友 還有很多在街上見到的朋友 我想多謝他們的支持 還有我希望我今天站出來 跟大家說一番說話 是可以回應到他們的支持 那我不會分開 他們是中央 他們是朋友就是朋友 是一個人 有個 grad的選票 有兩詞 有說明妳的記錄 有個禮影 還有個禮影 可以回應 是嗎 是沒錯 也有說 你知道 你覺得 仍然對於外國 也許你會不會選擇你選擇 第二質問是 你認為你會對 Carrie Lam的利益負責? 謝謝 我會記不記得所有的問題你問 但你可以回答我嗎? 我之前說過 我曾經說過很多人 我已經在休假期了 有些人表現了強烈支持我 there are people who encouraged me to uh to run and of course there are others who said otherwise uh i'm grateful to them all uh and but i was saying before i'm particularly grateful to all the people who are my friends on facebook uh who are my who people that that i met in the streets and so forth and they've given me extremely uh encouraging advice and i just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m and also to uh to respond uh to what they have asked me i'm hoping that standing here before you all is uh is a way to uh to thank them all uh and you also asked about uh i mean there are uh some newspapers who have given endorsement to carry but i guess all newspapers in hong kong have a decision too and i hope that they would express their opinion and hopefully some of you may even endorse me 曾先生你好我是香港01的王 那我就就是剛才留意到你的講詞裏面你就說你都好打得啦 我不是說好打得 就是你 我都幾打得 我都幾打得 sorry 那你都幾打得啦 那你說說你相信香港相信大家啦 那但是其實坊間可能有些人就不是很相信你啦 那因為可能有些人就覺得你的另外一位對手啊林鄭月娥 就比你更加打得 那那現在就有些人就覺得你的選情呢 就可能比較低落一點點 想問一下在這個時候 你會有些什麼方法去絕地反擊 反敗為勝 那還有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呢 中間呢經常都傳你說 即是中央開了幾次紅燈給你啦 那我見到你今天的back job呢 那些顏色呢就是綠綠地 你是不是想即是直指那樣的反應 其實不是的 你都有綠燈的 我想我今天可以開始我今天宣布我參選 我今天開始到選舉那天我會很努力 那首先第一步呢 就要去去穩足那些人 那些人是支持那些mormonation 這個是需要的 我們會努力去跟香港我們在不同的階層 不同的光譜上 大家都會努力向他們遊說他們是支持我的 我希望我在這段時間可以成功得到150個提名片 我不是特別感到低落 我希望我不是說站在這裏說了這些東西 是否看到我好像很低落 我希望我不是很低落 其實我今天是非常之興奮 我真的很少見到有這麼多幾個朋友 一起可以採訪這個宣布 多謝大家 不是 剛才我好像都答過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人都跟我說很多不同的意見 那這些意見我聽到 但是我決定出來參選呢 這個是我的決定 這個是我個人的決定 好 下一位 下一位 明報Meggie 再下一位 任何曉琴 Meggie 先生 你好 明報何曉琴 在哪裏 在哪裏 OK 不好意思 都想問一下 因為早幾天葉劉淑儀 就說她想跟中央說 希望你一個公平公正的選舉 你自己覺得去到這一刻 這個特首選舉是否公平公正 另外就是如果你當選一個特首 你自己會怎樣和泛能力合作 會否去邀請她們加入你的班子 或者管治的團隊之一 或者是否來做公正 我絕對相信中央在香港 是想要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選舉 我一點都不會懷疑這件事 至於班子來說 現在還是言之上訴 不過可以看到一點 就是我們一定會以用人為財 這是重要的 而且一定要得到市民的信任 這便會是我的班子 博先生你好 我是港姑載陸王周刊的記者文家衛 多謝你剛才也提過 我也要感謝網上的民眾支持你 我想借這個機會幫網上收睇我們直播的一個網民 去問你一個問題就是 請問曾先生你在在任財政司司長的時候 是對香港做過什麼的見恃 而令到全香港的市民都應該去支持你呢 你會不會像我們前特首曾蔭權之間 那個口復所說就是打好這份工 但是你其實都會管著一種 沒有做沒有錯的態度去做呢 謝謝你 剛才我都幾大篇目都講過 其實我很難講出哪一件事 這是我的成就要講出來的 在政府狼狼那裡 我們每一件事都是一個團隊去推動 去做出來的 我亦都講過就是我們做些事 是應該做出很多的比喻 令到一件可能發生的危機是不會發生 亦都可能一件大事變成它會做小事 特首這份工不是一份工 我之前講過是一個衰工 但其實不只是一份工 我當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任務 因為這份任務是需要我們 是對整個社會怎樣可以改變 現在我們見到一個撕裂的情況 要做些甚麼可以贏回市民 對政府的信用 又做些甚麼可以團結到我們的社會 令到我們的年輕人抱著希望 來迎接他們的將來 在後面大公布李奇 是 陳先生你好 是 想問一下 其實你剛才 是 這裡 這裡 是 想問一下 你剛才說有些朋友 就過去幫Carrie 那其實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現在的班底還有什麼 人競選辦主任又是誰呢 在未完成財政預算案 你快離開了政府 會不會覺得自己有些不負責任的感覺 現在 或者我回答你最後那個問題先 我們12月12日是離開政府的 你要知道一個預算案 其實不是說一個月的工作來的 這是一個全年的工作來的 我們每一年過了一個預算案 多數是在五月那樣的 我們就開始下一個了 所以去到十月的時候 我們已經很大部份的工作 例如經濟方面的分析 財經方面的分析 還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已經是準備好了的 還有我亦有另一個考慮 在12月12日到2月底 還有大約是十個星期 這個可以是足夠的時間 是寫一些很感人的文字 所以我特別是選那個時間 是離開 如果我是太早離開 未必是做得完一些預備的功夫 太遲離開 就未必是可以 能夠足夠的時間 給下一任的裁券師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知道我離開的時候 陳家強局長已經很努力開始寫 我又可能現在另外一位陳司長 要由頭再來 這個時間真的相當短 另外一些問題就是 就是我們那個團隊 稍後遲些請留下 整個我們那個朋友的團隊 就會有一個大合照 你們可以看看我的團隊是有甚麼人 或者可以特別介紹一下 給你們知道 我們那個特首辦主任 就是坐在前面這位 這位美女 麗高穎儀女士 競選辦主任 競選辦主任 對不起 騙了一遍 下一條問題 Cable 斯文昌 曾先生是很有線電視的《施樂透》 想問 在這裏 曾先生想問一下你 這裏 這裏 你剛才有說你參選原因之一 就是因為你見到 今天很多香港人想移民 想問一下你覺得有幾大程度 是和現屆政府管制而有關係 而你過去四年多做司長以來 你有沒有做過甚麼事 令到香港人沒有那麼想移民 你是有做做不到 做了沒有下 我認為是有限制你做不到 還是怎樣 第二個問題 就是剛才有記者問到 你會不會重啟政改 你就說要視乎環境有沒有轉變 想問一下你 如果你做了特首 你會做些甚麼去改變環境 令到環境適合重啟政改 你會不會 和怎樣向中央爭取 是撤回831 或者爭取一個 更加寬鬆的一個政改的框架 和你會怎樣遊說民主派 支持這個政改的方案 麻煩你 過去幾年確實在社會上 我們見到很多很大的矛盾 亦都在社會上看到很多撕裂 這個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但我相信是最主要一個原因 就是對政府的信任 沒有一個信任是很難團結一個社會 所以我相信下一屆最主要的工作 是做一些優養生息的工作 優養生息不是等於 我想也需要推動多些經濟民生各方面的工作 但要贏回社會的信任 我們要有些事做出來 我們要做出來的事是市民覺得是對的 市民覺得對他們是有益的 這些事我們要做多些 我們是要用一些做的事 不是只能說的事 來可以給市民得到這個信任 得到這個信任之後 還有其他很多的事情 民生的事情也好 政治上的事情也好 都會比較順利去進行 作為市長我主要的工作 就是在經濟和財政各方面 我們就這裏 其實我們都尤其是在08年開始到現在 你看到歐洲的情況 很多國家變得差不多過產問題 日本的情況它舉債非常之高 美國亦都很好商量 但是在這段時間來說 我們都是在財政上 在經濟上都是比較穩定的 這裏其實我剛才好像這樣說 就不是說突然間 我想創造一個危機出來才去處理 這些我們是慢慢靜靜地在後面 在這裏保持到一個穩定 保持到一個好的經濟環境 讓香港市民可以安居樂園 市民對政府無綜合理 外國市長是責任的 當然是責任 但結果我的責任是由經濟 在財政方面去 還有很多東西在政府內部那裏 在這裏我們在外部的事 我又不會逐邊對體地和大家說 但這裏大家的參與是非常之高 下一位 是 東方倫級 東方倫級 在哪裏 東方倫級 其實想問一下你覺得你自己現在可以 即你現在已經有信心拿到幾張提名票呢 即如果你真的做了特首 到底你會找甚麼人去加入政府去幫你手呢 其實曾先生大家都知道你之前心臟不是那麼好 其實你現在身體狀況到底是好不好呢 還有如果你真的能夠做到特首的話 你會不會為23條文化呢 麻煩你 我今天開始是專部參選 我今天開始我就會去很努力去找些提名票 你現在一個都沒有 我現在一個都沒有 我今天才開始的 因為我剛才都說過是一個好守規矩的人 或者有些人說我太守規矩的人 但是我覺得這樣才是對的 我今天開始 我寫字樓都未開張了 我們開張的時候或者請大家來看看 我們開始我們就要好好努力去做這件事了 你也要問那些甚麼人家 即我剛才都說過了 我們最主要是那個人的能力 還有這個人這些參與我們的班子的一些人 一定是要得到香港人的性 我剛剛才開始做這件事 這些是現在講的都是言之上所的 這個我想我們遲一些才會有一些比較具體的那些 我之前都答過一個問題 很多人問你的心臟領不領得上 我最好就把長膠 你們就知道我心裏是補到哪裏 我們都有時間分散 我剛才是我們憲制的帶入 我們要做好它 我知道爭議一定是非常之大 政府的角色呢 一定要盡量解釋這方面的東西 我們要創造一個比較合適的社會氣氛 那個氣氛呢 我們才可以推動 但這個是我們憲制上的責任 我們一定要推動 Milliam 市長 剛才你還沒回答的就是 關於那個831的東西就是 就是你會 因為民主派已經說了開了架 就是一定要是 候選人要放棄那個831的框架 才會提明白 其實你自己對831的立場其實是怎樣呢 還有你另一點問題 我怕我忘記了 好嗎 831其實不是我們的立場 這個831在內地那裡 這個差不多是一個 這個我們是要處理的問題 但是剛才我都說了 如果政治那個環境是沒有改變的 這件事如果你是貌貌而這樣推出來 是一個相當不負責任的事來的 當然這些東西大家 現在在找一個適當的環境 我相信要 要越詳細去討論 越詳細才可以推行 但是如果沒有一個適當的環境 是不值得去做的 提名票那裡 因為現在 你說一票還沒有 其實方家的盛傳就是 中聯辦或是港澳辦那裡 是極力阻止人去提名你 你連到150票都是很困難 你覺不覺得其實你只要 安排到150票呢 你入閘投暗票呢 有人是會 你違背中聯辦或是港澳辦的意思 是投票給你 你一定會贏到這場選舉 就刺激 很難過有時間最後一條問題 張秀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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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管治和案件將法的處時手法呢 是很有問題的 所以你覺得是需要撲斷反正 即是帶領政府和香港重溫政度 如果想問剛才提及到的習近平主席 因為大家最關心和最有興趣就是 看到你曾經和習主席一下手 你覺得這是不是你的最大的政治資本 意識的這個致勝之道 我每一天都希望可以活得快樂, 所以我不會容許自己在四年半那麼長的時間 都會在一個很不開心的情況, 所以我不是一個活得不快樂的四年半, 我今天都會做得很快樂的, 至於你第二波的問題, 我想最主要的對我來說就是我的初心, 我對香港繼續在香港的服務, 繼續可以動員給國家的強大,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做到一些事。 好,我們最後一條問題已經問了, 最後一條真是, 對不起我們時間所限, 真是最後一條, 你好先生, 其實有兩條問題, 我發表香港網絡電台, 我記得一租, 你不見嗎? 我看了, 不是吧,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最主要有兩條問題, 我一條問題, 其實第一條問題是, 你的主要競爭對手, 林鄭月娥, 就很出名, 就很打得, 加上自己最近就強調很有為, 相比之下, 你就變得好像不是很打得, 甚至乎有啼做的指控, 其實這件事就要看一下, 尤其是2011年, 改變策略, 將那6000元, 注入強基金的時候, 就因為有些政治壓力, 你就變了, 即是, 那為政業派, 去到今天都還被人抽水, 其實你怎樣可以游說, 或者告訴市民, 你在受到壓力的時候, 是平衡到, 或者叫做堅持到, 你自己剛剛講的初心, 或者甚至乎有些壓力, 是來自中央的時候, 是怎樣才可以平衡到, 中央和香港那邊的, 就是各方利益呢? 我相信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要相信, 中央或者所有的政府, 都是一個合理的機構, 他們一定會想見到, 想聽到一些合理的解釋, 我們會繼續, 我們會繼續, 是用, 就是, 解釋香港, 即是我們現在的情況那裏, 是怎樣去, 去推行那些事情, 這件事是怎樣對香港, 那個情況是好的, 對國家的情況是好的, 這個呢, 就要繼續盡力這樣做, 還有第二條問題呢, 就是問一下, 昨天呢, 梁振英公佈了, 任內還有一份的施政報告, 其實就, 過去九年呢, 你做財政司的時候, 財政司司長的時候, 都叫做主張量入圍進, 甚至設立一個未來基金, 防止政府大花筒, 但問題是, 這最後一份的施政報告裡面, 就, 給一個感覺人, 就是真是, 是十年的施政報告來的, 一個大花筒, 甚至乎將西九, 幾百億的, 就是這個土地的, 預打, 酒店, 甚至乎白公司的第一授權, 給西九發展局, 其實這件事, 你自己怎樣看這個施政報告, 還有, 你覺得, 就是接任你那個, 就是財政司長, 發展局局長, 和某柯成任呢, 就是他都叫大家給他一個機會去, 你會不會給他一個機會去呢? 我想每個人都應該給他機會去, 我覺得過, 我沒有很詳細看過, 那個施政報告, 也都沒有, 也都不知道很多, 那些提出來的意見, 那個細節怎樣, 但方向性來說, 有一些可取的地方, 但我們要看它那個具體的細節, 看它那個執行怎樣, 我經常都說, 每一個提出來的政策, 最重要的部分, 除了它是執行的, 是否可以執行得到呢? 但執行裏面, 也都看它那個財政, 那個持續性是怎樣, 這些還未看到, 這些是我關心的事情, 有很多人說, 我過去九年的常見二線網, 都有容疑的, 但很多這些收入, 就不是一個行常的收入, 所以不同的時間, 我們要比較小心去作出一個平衡, 因為尤其是現在, 是一個相當幾排波浪的時間, 周圍的環境是相當大的波浪, 我們都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 外面發生的事情, 對我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所以如果我們, 是有足的子彈在香港, 我們可以抵免到很多這些問題, 但如果我們的子彈是不夠, 我們是會受到選項的, 多謝你們,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這是一條字, 請你, 有甚麼優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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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優勝嗎? 這真是最後一個了, 最後一個了, 最後一答 我確實未考過第一的, 我想大家做的, 我和Carrie是很多年的同事, 我都覺得她是一個很認真, 很努力的公務員, 我相信大家工作的範疇, 都是不同, 是難比較的, 但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我相信我是肯聆聽不同的人的意見, 亦都是接受他們的意見, 亦都是以一個團隊做我的工作的, 只要 vegetable managers, 一個人也 Are you ready? 有 pull up… 譬如 anybody 如果票認 dipped, Electricityisterie, 可以 Consider the dipht als citizens of the state. 直接 생身,